我们来看到独家镜头 消费者去年底入住屏东车城一家饭店来跨年 不过他碰文指控说他事宅漏七千块的耳机 放在房间里面却是不翼而飞 饭店跟他说的不要报警 结果拖了一个星期耳机没电了 也没有办法定位追踪了 但是饭店的回应是 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房客不要报警 也依据提供了定位追踪协助寻找 消费者报警之后也提供了所有的资料配合调查 饭店寻找客人遗失的耳机 房间床底下还有阳台四周 哪个角落都不放过 隐秘的电视机后方还有沙发缝隙 都要搬开仔细找 屏东车城这家饭店出动多名员工 四处找耳机 因为去年底一名客人入住跨年 他po文指控耳机放在房间桌上不翼而飞 一开始饭店希望我们不要报警 不要声张他们会处理 结果是拖了一周 耳机没电无法追踪了 饭店说员工都说没看到 然后改口说报警是你们的权益与他们无关 没有要求客人不要报警 我们也乐于提供备份的监视器影像 这款耳机市价大约六七千元可以定位追踪 饭店表示第一时间除了约谈曾经进入房间的员工 也依照客人提供的定位讯息全面寻找 因为没有任何发现 也主动联系警方 却因为并非当事人无法报案 我们去各个位置 甚至我们扩大他给我们定位的位置 我们把周遭 就是都是寻找过 饭店表示已经尽一切努力寻找客人的耳机 一旦对方报警也会配合调查 如果网路上有不实指控 或是恶意批评损坏饭店声誉 必要时不排除提出告诉 记者林安平平农报导